各位在当区议员好参见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在设计前一星期登场 18位的好参见有12位高典来发表证件 其中名上当的议员好参见 颜色不分蓝绿支持性专区颜色甜顺杰 今时以报乳装来发表 要更发出几十八位青年 第一次新年纪市政府保作红包 顺爱专家到政客选地设定的证件 在行企委员 将议员认计委员会 去办将议员当区议员认计第一场电视公办政见会 18位好参见有12位高典 其中好参见 颜色不分蓝绿支持性专区 颜色电信质 不管是典型好身材的情侧 在这次发表的政见内容 都应该大家的关注和议论 各位乡亲你看看 这社会有公平 全台湾都知道台中有一个未成年的少年 叫廖国豪开枪行凶 被法院判30年判刑确定 结果男头有高中生涉嫌性侵 但是名字不能讲 这严重违反了比例的原则 难道青少年犯法 还要看他的家事背景 犯什么罪 才能决定能不能讲吗 难道开枪杀人可以讲 性侵不能讲吗 在2019年的报表里呢 日日春协会估计呢 台湾的每一年的嫖客 超过3000万人次 产值可高达600亿 嘉义市政府在111年度的预算是166亿元 我们刚刚讲的600亿 是将近这个的4倍 金额相当庞大 如果有政府来设立进信专区 不但能同时保证性工作者 以及消费者的权益 更能增加政府税收 无疑是三赢的局面 这次的政樱发表会 总共有12月后三人参加 以照高丁生后 选手抽签就来来发表政樱 台湾基金的黄湾尤 提出在动设后 将在议会先来专行政议收拾 并政党的因应 在提起要提关第二生 有点贴含老人健康检查的贵用 就是出新的梁树轮 表示将于个人的法律政材 为甘义市民 顶顶向完整的主题发挥 参加6次的林水花 说到25年来坚持宽布生意 希望这次可以在第二生 并政党顺利动作 林主策这是一 去年的嘉义市未来 靠合在生团业的政界 希望大家看到真的 有一个傲人每天用其车 顺而关怀各自 林毅德的竞争主题是服务得来述 希望他的问题表现 为民国会关心 可以让大家看到 创应阻标示 将会继续监督市场 严慎以赏 但嘉宾这次建设 提供预先提款保障业 改选业 严重 严重 正经是帮助国手的 贵文基表示 将用文童丸各控制 进行继续前进 台湾民众党的领域资表示 参加就已经来 主体到嘉义市的借爱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嘉义市的借爱 国民党的国定委 这是对 十一住行欲乐 为嘉义市提出高的 面向的政界 参加的12位 学生人发现机会提出政界 希望在这参战最后冲击的改多 顺利进出的 更加多参民的建筑 最近新闻 对政策王书三 各议期蔡宏福德 嘉义市污水下水道 第一期六七标工程的开工典礼 我想这也象征着 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央跟地方 我们都努力 就是为所有的工程 或者我们所有需要 做的一个计划 不断的携手合作 这才是人民之福 我想嘉义市 我们污水下水道 虽然起步比较晚 但是我们也在 极尽努力的沟通之下 大家真的看到了 它的优点 以及它的必要性 所以配合度 后面就比较高 那我们同仁也更看到了 在这方面不只是工程 更要有人文 所以在人文当中 大家能够把好的环境 给开辟出来 那这看不到的工程 比起什么都重要 也借这个机会 把我们的雨水 向到的江湖 我们再做一个优化 再做一个提升 我想让我们居民的 收口品质能够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相信 我们一起努力 让我们找到恢复生活的支持 卫生洗澡保持好 这可以让风险交到这里 愿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